今日张子怡和汪峰夫妇宣布正式结束场那八年的婚姻 未来二人将以亲人身份共同抚养陪伴孩子们长大 饮着意 对于二人离婚的原因外界也是猜测纷纷 有狗仔爆料 据知情人号录 汪峰张子怡离婚已有段时间 财产分割为个人归个人 评价两人离婚只说赌博真的不好啊 这是在暗示二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方赌博吗 此前就有狗仔爆料 张子怡和汪峰离婚 是因为南方出轨嫩魔被当场发现 直言离婚并不意外 然而张子怡在生命中直言两人离婚没有对错 一次否认了网传汪峰出轨的爆料 张子怡称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 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 目前张子怡和汪峰并未对狗仔爆料二人离婚 是因为赌博做出任何回应 但不管怎样 如今两人承认离婚